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不求长寿 但求好过好走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已经是一个标准的高龄化社会 109年台湾的平均年龄已经到达81点多岁了 母性更高是84岁多 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来看病 但是我发现现在长者来看病 跟15年前 20年前来看病 他讲的内容不太一样 尤其陪伴的家属也不一样 15年前 20年前 他们来的长者或者是陪伴的家属 都希望他们的长辈能够假巴黎 但是现在的长者尤其是长者本身都不是 几乎都是说已不外长寿 他只希望能够好过 以后能够好走 我就发现很奇怪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好像没有因为大家的年龄越来越长寿 越来越增长而让长辈过得好像更好 他们对 那因为生老病死 大部分的人都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有一些是出生没做就死了 有些是一日出生一直生病到死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寻找生老病死这个过程 所以老几乎在我们现代的无名国家几乎度过 那长辈老有些来 大部分都说老而无意处好 他说代理说吃老没一袋好 所以他们觉得很辛苦 那因为我们知道老化会是一种身体的衰退 他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的产生 全身的组织器官都会退化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年痴呆症 那视力 亲力 激励 所以现在都被强调说老年人要注意 激少症 然后他常会摔倒 比如说骨头 骨质疏松 脱油性关节炎 包括皮肤 代谢 名义 消化功能 甚至很多男性老卑卑来看什么性功能障碍 所以很多组织器官都会退化 那中医学把老化成智慧 所谓的增缘之气不足 气血 阴阳全部虚愧 那老年人之后 他们说吃老没一袋好 他的心很苦 身体很苦 所以有很多老年人有时候 你一看他穿着很好 他指你好像都很孝顺 但是当他讲到身体的病后的时候 你看老年人整方都半头 所以他们说 他们跟我说真的过得很辛苦 过得很辛苦 但是每个人的长辈来看的都不 虽然都老化 但是呈现是不一样的程度 所以我常常跟这些老年人说 你不要跟人家比 有的人说我白白七十块 有的人都好啊 我说你不要跟人家比 第二个他们常说 我以前我可以运动一次都走两圈 我现在走半圈就喘了 我说你也不要跟年轻比 不要玩 前往不要跟人比 也不要跟年轻的时候比 第二个他们老年人很文爱 就是说 因为老化它是一个不可能的过程 所以起码在现阶段的医疗 是不可能让你不老的 而且老化只会日益加重 所以你的身体就日益衰退 第三个老化的疾病 老年人的疾病 其实在医疗的效果是好坏坏的 很难去根除的 所以你要让这个患者先去 去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而且 但是 当他们经过各种的治疗 他们没有效果的时候 他们就呈现了很多无奈 比如说他对身体的衰退 对治疗效果 他们这部分都是很无奈的 然后他随着他拧拧症的时候 他的亲朋开始凋零往生 他的孩子渐渐远 你陪伴变少 他呈现是很无助 他对他胜宇的未来会产生一种无望 而且很多老年人对他的子孙 其实都是非常挂心挂念的 所以 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做什么时候 对 这个是一种很无奈的一个状况 而且对死亡是恐惧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很多老年人 即使他身体有很多疾病 比如说癌症 他还是极度的想来治疗 好像还很希望能够活下来 我觉得很奇怪 他明明很苦了 他为什么还是积极地要治疗 我有问他们 他们说他不知道以后去何去何从 他其实对死亡是恐惧的 所以这个导致他很多内心的痛 所以佛教讲说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爱病 愿争勿云至胜苦 所以当你老化之后即死 这些苦你都会得到 那么老来要怎么减少病苦 要怎么能够减少病苦 如果当然这个课题 老化的课题 现在都是被广婚讨论的 所以我想很多的学者专家 都会提出你的方法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是以我学过之后 我来分享我建议我的患者 要做哪一些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随顺音乐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 不可能一个东西是永远不变的 每个东西都无始无故在改变 你不可能永远不变 所以身体也一样 所以自然老化是真的是一个事实 所以你一定要先认清跟接受 人是会老化的 虽然我们都说人真的会老化 但是患者来看尤其是长辈 我常常会感觉说他们就是不接受老化 他心就是不接受老化 有一些他每天一定要走几步 比如说他以前他一次清理房间 一次就可以脱地一次可以清理两个小时 他现在清理四十分钟开始喘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 他有很多老子 他说为什么以前可以一次睡就睡八个小时 他现在睡四个多小五个小就醒来了 他就是能够跟以前一样 我说你以前是十五年前的 你现在已经是经过那么久了 你现在已经身体变了 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的痛苦出来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随速你老化的因缘的变化 而去做改变 那老化的特征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不耐久不耐多不耐久 比如说现在起立的衰退了 所以你不能够一次运动两个小时 你不能够一次清理房间就打扫了两个小时 你现在要半个小时就是休息了 比如说你以前一次可以吃一碗半的换 你现在只能够七分吧 但是你很快会饿 你饿了再吃所以要少量多餐 老人冷常常大便 一天可以大两三次 一天可以大两三次 就因为他肠道也会老化 所以肠道的平滑肌肌肉变少了 肠道的益生剂变少了 所以肠道会老化 所以他每次大一点点就起来 但是一天可以大好几次 他常常会排气 这个都是老化正常的特征 所以你要去知道老化的特征 第二个就是说慢 老人冷心肠能很急 但是他动作又变慢了 所以当他心急的时候要做快 就容易发生意外 所以我常说你要做事慢一点 而且心不要急 你心急的时候对周边是压力的 很多老年人要去搭车 他可能两个小时都已经打扮在整理了 他在等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没有到那么快 但是他们就会发出互相 就发生争执 所以你要慢 老化就是慢 第三个要随缘方向 随缘跟随便不一样 随缘跟随便不一样 就是说当你老化的时候 你知道说你什么都是要慢 要少了多次 所以你知道你就要积极的去改变你的生活形态 你的处事你的步调去顺应老化 就是要积极去改变 不是随便说好了我老了就算了 不是你要去改变 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一次睡八个小时 没关系 你四个小五个小时就起来活动一下 那你当累的时候 白天你还可以再去睡 你去顺应他 但是当你该做的积极的改变之后 你就不要有预期的结果 你就要放下 因为长辈常常是因为职所他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怎样 所以没有办法达到他的预期 他就开始痛苦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下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横顺众生 就说当长辈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 要互相的体贴 所以年轻人要去知道说长辈会有这种老化的现象 长辈也不要再以他为生活的重心 有效要常常去考虑到年轻人的观点 不要再这么的执着 就要互相的体贴 要顺应对方 所以当如果你对这种 你知道说你现在改变少了多次 你现在要减少了 所以你的睡眠可以要减少 你的食量要减少 甚至有很多老年人他还掌握财户 他还是对钱财还是很执着的时候 所以这些都会让他的很多环绕会慢慢多 所以当你这些的对吃啊睡啊 这些所有包括很多的执着能够减少的时候 你每天的这种波动就变得越来越轻 你才会慢慢的比较好过 那对于取火之后 对我对因缘果报的深刻的体会 我有两个要建议长辈的 希望他们能够每天过好一点 以及以后能够好久有两个强烈建议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让长辈吃全素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全素就是哪一旦鱼肉都不吃的健康素 那这里不是单纯的医学营养学的角度而已 我想健康的蔬食 现在全世界都慢慢的证实了 所以国外现在都在推广Vegan Vegan就是全食物性饮食 因为他要让欧美这种大于大多的人民 能够过渡到蔬食 所以他们现在出了很多叫做素食肉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现在这样 因为现在吃到动物性的饮食 尤其是蛋白质包和脂肪 对身体是会破坏的 它会酸化 尤其另外高糖分的东西都是 所以我们健康素质 哪一旦鱼肉不吃 而且喷的要少油少原少糖 这个是从医疗的角度 但是我现在讲的吃全素 还有从佛教这种因缘果报的角度 因为我发现陪伴的家属 常常会说一句话 就是说长辈可能所剩的日子不多了 他想吃什么都随他吃 我觉得不行 尤其是长辈剩下日子不多的时候 更不应该让他因为三餐 而种下杀业的恶因 跟众生结下恶缘 这个是我体会的一个叫做酵素 酵素不是都是顺利 你要让长辈去吃全素 但是你要煮好吃的让他能够吃 我想长辈必不会那么在意 就一定要吃到一块肉一块鱼 他只是要能够美味吃得下 所以你就煮他喜好的口味 一定要让他吃全素 千万不要让在长辈剩余的日子 去更重下这种杀业的恶因 因为杀业的恶因是会让他 这也是甚至未来会产生多病 抓命的夜报 第二个 一定要经常跟长辈提起西方 极着净土的无苦 尤其当长辈在痛苦的时候 也许在不同的宗教 你可以用你的宗教 让他去挑着说还有更好的境界 那我是因为佛教徒 我提论到英美国报之后 我常常会跟长辈提醒 有西方极着净土的无苦的境界 尤其当他在痛苦的时候 这个是要让他升级一种 网念西方净土的念头 其实他不一定会相信 但是种下一个种子也好 而且我会跟他的子女说 甚至跟长辈说 用你的痛苦去连长到 那些被死蛋被淫 被杀害的众生的苦 激起他一点惭愧 忏悔的心 这不是非常要紧的 而且我会建议 我的患者说 让他的长辈去看阿弥陀佛慈悲 接引众生的像 就是不断的提醒他 当你在念火的时候 你就是观想这个阿弥陀佛的像 就是这个像 有些患者 我发现我的患者 有很多老者 他正在念火的时候 他就看 他就观想到这个阿弥陀佛的像 为什么会特别会讲这两点 吃全素 要让他往生西方基督徒的念头 而且要让他念阿弥陀佛 用喜倡的心 这不是因为我父亲往生 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 我父亲在生的时候 是算是一个被很肯定的 算是在人生是被肯定的一个长者 但是我父亲在生前说 因为他们常吃美食 我父亲跟我讲说 他自己吃婚食 如果真的会发生什么火吧 他要自己承受 我父亲就是因为讲这句话 但是他往生 整整三天明明都走回来 是非常痛苦的 后来也是因为师父的帮忙 给他开示 然后父亲的神是 就是出来 起了一个很大的忏悔之后 他才能够顺利往生 对 这个是让我深深的体会 所以绝对不要说在他的长辈 圣女子的罪孽里面 再去因为三餐去吃到婚食 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我想这样的这样的因果 我讲的这些吃全素 阿弥陀佛 也许你是很难相信的 我知道信是最难的 但是你可以做看看 因为当业障减少的时候 路真的才会比较好走 所以一个长辈说要真的好过 要真的以后能够好走 并不是那么容易 如果你没有做一个修正的时候 是不容易那么容易的 但是如果当你确实做了这些修正的时候 我相信当你业障减少的时候 你每一天都会过得比较好 而且你往生的时候会比较好走 而且重要是你能够走到比较好的地方去 所以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